2017年全明星主厨业最近选在美食天堂洛杉矶 展开了一连有四天的厨艺竞赛 比赛内容非常多元而且竞争激烈 有五位世界的知名大厨齐聚一堂 为现场将近有300位的宾客现场烹调 尝美食更来拼厨艺 结合鲜甜日式鲜虾 美食健康沙拉点椎 甚至加入欧式马卡龙创意 光浅菜就是米其林手艺不说 更厉害的是在一群助理主厨协助下 每一份不止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要一口气准备好近300人份大阵仗 为的诠释让全场观众兼评审 感受到由华美银行赞助 来自美国东西岸五名主厨的大师及厨艺 我们总统说奥斯塔西亚是一个很高兴 但我们知道 当西亚变化 我们会变成另一层 所以你们是我们很重要的 VIP的主持人 我认为我们也有 伊斯沃斯塔西的关系 在你身边 还有我们也有冠军 在我们的战争 这很不一样 活动高潮 还有以怀抱中国魂的 美国摩登厨师 制称的名厨张雪芹 现场大展身手 精彩展现出他 曾在顶尖厨师节目里 专精多道 终是改良加油的好手艺 再加上独门匠之 不只马上成为 全场来宾口中的美味 也达成活动主要赞助商 华美银行 立出东西文化交流的美意 计划进入高尔县厨师 这一位餐厨师 还在这一位餐厨师 在高尔县厨师 所以我们也能赞助他的赞助 这一位餐厨师 在这一部分的变化 欣赏精湛厨艺 品尝可口美食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仔细观看观众席上的 左邻右舍 不论来自各行各业 几乎全都是华美银行 重要的合作伙伴 支持高端美食文化交流的同时 也不忘彼此敬酒 相约与华美银行 再一次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东正新闻 魏宽 叶红志 罗瑞玲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